宋先生、宋太太 這次請兩位來 是有一件很嚴重的事 要和你們商討的 宋菲立和我學他 你又想說我們菲立怎麼樣? 他是不是又和那個肥仔打架? 上次他們玩而已 摟著一塊你就說他們打架了 真浪費時間 這次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宋太太,我希望你可以認真去處理 譚校長,究竟我兒子發生什麼事? 黃忌安同學家長投訴 宋菲立同學網上欺凌黃忌安同學 不可能,他們這麼朋友 是的 宋菲立同學帶頭開了一個WhatsApp群組 命名為黃忌安追擊群組 這裡有一些不恥當 和帶有侮辱性的詞語 凡是肥仔,都是性死的 又或者黃同學是人頭豬豬頭人的合體 更甚的是把黃同學的照片 改為豬頭,放上社交網 黃忌安同學的情緒 因而受到嚴重打擊 他媽媽說他每天都哭著說不上學 還要看精神科醫生 這麼嚴重? 譚校長,我想中間一定是有點誤會 我回去會和兒子了解清楚 什麼誤會也好 宋菲立同學欺凌黃忌安同學 就是大錯得錯,不能接受 根據校規,學校決定 寄宋菲立同學一個大國… 我沒錯,是黃忌安雖先的 他每次打遊戲都滑了我 明明是隊友來的都在背後斬死我 弄得沒有一把珍藏的刀,刀很貴 打遊戲這麼小事? 不小事,朋友之間是不應該出賣的 出賣的並不是朋友 他經常打遊戲都是這樣 好,同學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才開個群組罵他 這個臭胖子真的有點不對 如果他不對,你應該找我來談 又或者跟老師說 而不是選擇自己在網上欺凌他 我跟這些家長說有什麼用 你們說打遊戲,不要這麼認真 老師怎麼會理會這些事? 不然吳台某掌說 他說我們不應該打遊戲 罰到我們寄前重吧 還拼嘴?你知不知道自己做錯? 我沒有錯 如果你沒有做錯,學校怎麼會記你大過? 那學校錯了 要罰為何罰了黃忌安? 宋菲立,你… 你以為大聲有用嗎? 大聲不是有道理的 你不是我爸爸來的,也不支持我 我恨死你了 菲莉… 宋菲立,你躺在這裡,你… 冷靜點,你深呼吸 我怎麼冷靜?他做錯事不承認 我知道,但是現在大家都火紅火綠 給自己幾天,大家冷靜下來 兒子慢慢教,好嗎? 那怎麼辦?林畢業才來記大過 咖啡 謝謝 謝謝 大小姐,最近你經常跟我吃飯 不跟送總監撐桌腳 是不是因為吵架了? 他哪有精神跟我吵架 他跟兒子冷戰,心情也不知道多差 叫極他,他也不肯下來吃 這麼嚴重? 其實他們父子倆都這麼固執 我已經哄完他兒子,又哄他了 都搞不定了 我夾在他們兩個中間 也不知道多難做人 豪仔,請拿外賣 等等 佼佼,你的身頭色很閃 怎麼樣?看來我戴上黑超也受不了 這個是黑麥瓜最新款的夏亮版 香港沒浪費貨了 是伯母Sindy特地在法國 請回來給我的 搞靠你做好了,我也有這個伯母 是呀 這樣也不行,因為阿中不會喜歡你 我的頭色本來打算有漂亮的髮型 才戴的 誰知道原來整個系列有兩隻那麼多 然後我就決定兩隻戴在頭上 真的很漂亮,再見 謝謝,小孩,再見,開心 再見 真是撞鬼了 一個高級品牌的哈密瓜 讓他襯得不難不累 如果我是哈密瓜的設計師 我看見他,我不一頭在牆上 對呀,我也很擔心,大小姐 我也很想買個頭色本來 但也排不到 他這麼幸運,三太太買給他 他真的這麼壞 我本來也覺得他的頭色很漂亮 但是放在菜肉餃上很奇怪 對呀 其實他真的挺厲害的 可以殺死原本很漂亮的東西 簡直是時裝飾了 所有人,你真的形容得很好 對呀,這個菜肉餃真是時裝飾 你看看他,年輕小女兒 穿衣服好像八十年代 我也不知道阿祝喜歡他什麼 什麼?他是不是老土到鎮了 其實有一次我出席一個秘書活動 其他公司的秘書 都笑他衣著品味不知道想怎樣 真是涼龍之恥 穿衣服就這麼噁心 還有,我記得有一次 他跟細龍先生去見面的時候 他穿衣服在經典裡 好,我送給你們看 其實我也有他一張時裝飾和的照片 我也有 不如開個群組吧 一次發,我們就可以分享 一起看 到時候就可以引以為禁 我開… 我跟勞力連開群組有沒有人想參加 叫我… 你呢? 我參加… 你好… 再見… 再見… 為何他們的表情有點怪怪 你呢? 佼佼小姐… 你們找我甚麼事? 有好東西給你 在電視台的懷舊金曲之夜 婚姐不得下,我們多了張票 我們不如如麻利 是呀,佼佼小姐 難得我們大家都是七十後的 品味差不多,一定適合你聽的 甚麼七十後?我九七年出生的 那…那算了吧 是呀… 佼叔、熊仔,你們為何在這兒吻吻嘴笑 好… 好… 佼叔,我得罪了你的甚麼 你要這樣來試 你無關我事的 是呀,佼佼,其實我純粹八卦而已 John來看看,我們是否是百喜人 Admin是Linda Long? 還有百喜人參加群組? 我回來了 老闆娘,你這個樣子很爆爆 剛才爸爸叫你不是跟他吃飯嗎 別提了 什麼事? 吃鬼吃馬嗎?吃貓麵 他叫我去召廢 阿蓮,你有沒有這麼無聊? 竟然網上欺凌你未來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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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全公司都召他? 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 你還搞臉嗎? 你帶頭開了一個摺龍時裝車的 古老爸媽 弄得全公司所有人都召開了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會令佼佼情緒很受困擾 他睡不著,還要這樣脫頭髮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想這麼厚,我不想這麼厚擾 就痛頭了 你還在做什麼?解釋 你不要再應我,大小姐 阿蓮,你還不收他的電話? 怎麼回事?阿輝有訊息給我而已 你這麼大人還搞什麼網上欺凌? 你看,你累到佼佼現在的樣子 連Joe和阿娥都打來向他投訴 叫我不要讓你欺負他 有沒有這麼嚴重? 你還不知錯? 我要罰你禁止在公司 用手機一個星期 以後你回到公司 都要把手機交給保安部看管 下班才去拿回來 有沒有這麼脆弱? 小小事就甩頭髮 弄得我被爸爸罵 很難說的 每個人的承受能力都不同 下次你就不要說他 始終依著都是個人喜好 他喜歡怎樣?就承受他吧 我看見他這麼困擾 我也很不安心的 我有跟他說對不起 最多以後就不笑他了 看見他,暈倒走,當他透明 大小姐,早安 大小姐,早安 不好意思,大小姐,請 謝謝 小姐,小姐,早安 沒了我的電話 比沒了我的銀包還差 現在才十點而已 什麼時候等到我下班呢 外面的世界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呀 笑笑笑笑 上班時間玩什麼手機 我剛才在秘密網上看到新鋪火很小 拿來看看 是嗎? 用我的手機就說犯規而已 我看你的電話,不算的 開了 犯規 犯規 不好意思,大小姐 是陳Sir怕我來監測你有沒有犯規 陳Sir指示 大小姐不可以用手機 用其他手機都不行 否則借手機我同時都會被沒收 對不起,大小姐 我幫不了你 走 行了,大小姐 放心吧,我很聰明的嘛 幾滴硬藥水 再加上假髮 我就滲到農曆蓮攤攤腰了 等她還以為我這隻菜肉餃這麼好欺負 不說了,做事了,拜拜 你這隻發臭豬肉餃 原來你是假扮的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